哎呦,走了走了走了 今天要退房了 拜拜 拜拜 我们昨天不是预订的来接我们 把我们送到普吉岛机场吗 10点半预订的,现在已经到了 我这个行李是有点大了 你坐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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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好 哎呦,坐前排 它是一个酒店,一个酒店的街 最后再把人送到机场 或者是送到普吉岛的酒店 反正就是你想去的地方 我们昨天订的码是450块钱一个人 相当于人民币90块钱 从这里到普吉岛机场大概150公里 这个森林里边呢,藏了一家文字开的咖啡厅 没把我们盯死 不过我个人感觉啊,就是 甲米这边比普吉岛那边更好玩一点 普吉岛的话可能人多嘛,出名嘛 然后第一次来可能都去普吉岛了 如果说你经常来泰国的话 可能更愿意选择在甲米这边生活 这边安静一点 坐上一个摩托车可以去很多的地方 就是方约100公里都可以骑摩托车 溜达嘛,我反正觉得挺好的 而且这边坐船去皮皮岛那边 也方便,特别的舒服 皮皮老那个海水真的是可以 大家有机会可以考虑到甲米澳南这边来度个假 安排上个四五天,不要太着急 你知道吧 11点10分 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 这应该是感觉私人搞的一个客运站吧 它是把我们全部都接到这里 可能再换车 都下车了 很多游客都在这等着呢 有条狗也要等着我 明天 我给你个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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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检查一下每个人的票 到时候问一下 去不需要做核酸去马来西亚 然后给你查一下 这个服饰化煤 来来来来一颗来一颗 亲身抖擞 这个烈得很 超咸 超咸 超酸 你帮我查一下 车来了 就这个车 会送我们去普吉岛的机场 大家陆续上车 这个车是坐满的 正式的出发 我还是选择坐在前边 这样可以拍上一点素材 就在这个泰国旅行啊 它是非常成熟 基本上都是点对点 就是酒店对酒店 如果说你从这个加米是吧 酒店预定的去普吉岛 某个酒店 他呢就会从酒店把你接上 像这个车的话 现在是把我们送到机场 然后又开始送人去酒店 这样子 他不会说是让你那种大包小包 背着到处跑啊 那多累啊 是不是 所以说旅行啊 真的 在泰国这样的国家 非常的舒服 只能拿手掰吗 搞个芒果 这边是服务区 可以点点快餐 我早上吃的比较多 所以就算了 有点休息一会儿 过了这座桥 哇就到普吉岛了 我们现在在桥上 撒拉新桥 全长大概660米 前方就是普吉岛 又回到普吉了 就是从普吉 开始的 又从普吉结束 普吉机场这边航班多 价格便宜 我是23号的飞机 飞马来西亚吉隆坡 到机场喽 我俩准备在机场下车 然后去机场附近租上一个摩托车 这咋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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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你很多了 好了 我现在啊 还要去里边问一下 就是我后天的飞机 需不需要做核酸 就是去马来西亚的 你就先在这看着一点 我进去啊 问一下 我得去问一下 到底需不需要核酸 诶 从这就可以吗 哈哈哈 哦 这里边好冷啊 嗯 嗯 do I need the PCR test 嗯 that information you have to ask the airline it depends on the airline what not the airport 哦 I need to ask yeah you have to ask the airline ok airline okok 他说我要去问一下 这个 航空公司 不是问机场 啊 直接去吧 这是 亚航的柜台 我订阅了明天的飞机 我订阅了明天的飞机 从这里到马来西亚 yeah I want to know do I need a PCR test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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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订阅了 I have 3 vaccines 3 vaccines yeah yeah I have 3 vaccines you test the Malaysian or the another vaccine 呃 可以我看你一张吗 ok ok 现在这个小姐姐在帮我 我沟通问一下 到底需不需要做核酸 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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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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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and you got a visa you have to show when you check it and the powder also you have to receipt for the maisadera for the Malaysia yeah o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好了已经问清楚了 我是不需要做核酸的 只需要出示一下这个音频 些种证明就可以了 从这出去 好了 这里啊就是 浮吉岛的国际机场 非常凉快 我都不想出去了 在机场附近呢找了一个酒店 喊早餐 两个人才160块钱 如果说去住在海边的话 要200多块钱 能省则是 主要是 就浮吉岛这边的海啊 已经是 瞧不上了 就是在那个 甲米那边 还有皮皮岛那边 是吧 看到的海滩比较 比较好一点 这一个多月订酒店 全是我们陈总订 陈总一个人决定就好了 我不需要任何建议 只要哪都能住 三条 我这不是住院 你哪一天发大财的 不是不是 我是小人 小池 小池 我真的还可以 小池 小池 哎呀 为了省这40块钱 又是生活分分不不 古事挥金如土 这边是浦吉岛国际机场 我给你们讲怎么操作的 你们下了飞机以后呢 那就走这条路 这里租车多少钱来的 对对对 二百五 这边贵五十块钱 跟他讲价了两把 跟他讲价 第二次来的 没有 我知道的这一带 就这一家 就非常近 只需要走个几百米 就可以到这一家租车公司了 上一次我就是在这租的车 你记得吗 但是上一次我就只租了一天 对那一家租车 那两个 to this. 看来还有特别好的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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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da Click. 290. What? No, no, no. It's expensive. 200. Always 200. Yeah, always 200. 250. No, no, no. 20. 20. Come on. No need. I stayed here long time. I stayed here long time. 押金给他给3000是吧? 对,我押金。 这个供款你拿400. 对,供款400. 然后他还要我的一个证件。 咱可是有驾到的人,就用驾照就行了。 这个驾照在这个泰国。 It's my license. You want passport? Okay. 再来一个护照。 Okay, okay. 还要护照是不是? Okay. In Thai, right? Yeah. Yeah, local Thai. Tai, man? Local Thai. 本地人,本地人. Sing, man. Sam, Sam. You want passport? I want passport. I want passport. 这个是个啥品种啊? 这是仙人掌肯定的,为什么没刺呢? 真的没刺啊? 这是仙人掌的果实啊,是吧? 我还吃过仙人掌的果实呢? 一点都不好吃,炸死我了这摩洛哥。 这个品种有点意思啊,一点刺都没有。 蛮神奇的这个。 就是租了摩托车以后呢,一定要录个视频,拍个照。 把这个摩托车的这种划痕呀,伤痕呀,哪坏的呀,什么的。 还有油,还要看一下油,对。 对,还有油。 YouTube, right? Yeah, just recording, recording. Yeah. OK,拜拜。 哇塞,上车了。 他这个车好老啊。 OK,Thank you. 拜拜。 慢点。 我们订的酒店就在这边大概500米吧。 东西带齐了吧? 对,护照我也装好了,手机也拿了。 就这个粉色的那种了啊。 旁边那种。 旁边那种。 这怎么跟工地一样呢? 那肯定就是。 没错,就是工地。 就从这儿左拐就可以了。 OK,OK,OK,OK。 哇塞。 就这儿了? Yeah,check in,check in. OK,还是停过去吧。 You can hit the lock in here first. OK,来吧。 Metal post it. OK。 这是酒店的大堂。 两个人,标签,然后函早餐,160块钱人民币。 OK,Thank you. 这个五楼六楼居然是游泳池,酒吧餐厅,还有健身房。 可以啊这个。 孔雀。 哎呦,也不错啊这个。 可以吧? 对啊,你订房间水平比我要强多了。 还有个阳台是吧? 小阳台。 有个阳台就行。 看看,天元风光。 天元风光。 主要是距离机场近,反正我后天我俩都要离开泰国了。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晚上喽,我跟陈墨骑个小摩托。 好,我们到沙滩那边去溜达溜达,看一下能不能看到落日。 今天这个天气估计这儿雪,反正好久没去了。 我在这一带非常熟,因为我曾经在这一块生活了十来天。 去哪儿都是Michael带着我。 哎呀,再次回到这儿,我现在都可以有驾照,还可以驮人了。 这就叫进步。 我们要去的就是Naton Beach。 我觉得这个沙滩比巴东要好很多。 巴东是最出名的,也是我在普吉岛觉得最脏的最差的。 但是我们今天不去这里,我们要去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 对,这边可以冲浪的,这边浪非常大。 有人在这儿练习冲浪,家家都带游泳池的这种。 就像这边,哇,真的是。 贵啊,一套都要一千多万人民币呢。 我们去的地儿呢,一般游客根本找不到。 那么,我带你们去,看一看。 那时候Michael带我来一次,他那边是没有什么标记的,知道吗? 那这边开吧,那这边也可以开出去。 不不不,是有个地方是可以停个摩托车。 然后,有地方是停个摩托车,然后人走下去。 那个沙滩特别小。 然后,下边是有一家喝茶的一个餐厅。 好像,哎呀,等一下,哎呀,我这边走边回忆啊。 看有摩托车停在这儿吧,看到没有?就这儿。 这一般游客还真的是不好找。 你先下车,我先把摩托车停了。 哇,这个位置啊,我现在发到视频上。 大家有机会可以骑个小摩托过来的。 这边沙滩比较安静。 都贵方的。 放头盔一定要这样放,因为会下雨。 就从这儿下去,就很少有游客跑到这儿来。 小心点啊。 这家店关了,本来还想在这家店喝个椰子呢。 留守了两条狗。 这个沙滩啊,叫Banana Beach。 位置呢,已经是发过了啊。 大家有机会确实是可以骑个摩托车过来。 它这上边全都是这种高端的别墅。 就是带游泳池的。 今天啊,可能天气不太好啊,看不到落日。 按理说的话,在这里欣赏落日特别漂亮。 我们上一次跟Michael过来看了一下,非常漂亮的。 这边水也特别清。 就是浪有点大。 只不过是现在。 不及倒啊,也没太大追求。 就是为了吃一口这个烧烤。 哦,这家店怎么回事啊? 就这儿啊。 21、22号。 21、22号关门吗? 就手指我们这两天过来。 23号走啊。 他为啥关门啊? 不知道啊。 这个无缘无垢放假啊,真的是。 太死了。 白来了,走了10公里路呢。 好,就他妈就21、22号了。 对啊。 小死体包啊。 我操。 这应该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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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这家吧。 对面这家好看见。 这家一看,是吧,一个姓陈的,一个姓李的,又要回这个富吉岛了。 我们决定临时关店。 先把门关了。 应付一下,直到我23号走。 到对面去吃吧。 好的。 对面是也是自助吗? 差点是。 你查一下吧。 查一下吧。 我估计不是自助啊。 这一个,这不是的。 这不知道是谁走路了丰盛啊。 21号、22号回富吉岛。 老板先关店,避避分头。 我23号机票走。 我到23号开门。 等一下啊。 我们现在,沿着路走吧。 找个地儿,看在哪能吃上一顿饭。 你看看啊。 这堵车谁也堵不了我们的摩托车嘛。 骑着我心爱的小路摩托。 他永远不会堵车。 哈哈哈。 这就是我说的。 我曾经走这路过,看到过。 这家特别像网红的感觉。 一个猴子啊。 我们又,哎? 厂子到大了。 好了,又找了一家自助餐。 我的爸爷这个路太夸张了。 知道知道知道。 放心,倒不了倒不了。 他这个路也太夸张了。 你先下车,你先下车。 这个虾新鲜吗? 新鲜是新鲜。 但是过头。 过头有点小是吧? 小了一点。 它没有辣椒。 没有那个沙烤的山。 螃蟹,螃蟹,鱼。 它这个山主要是水煮。 这个虾还分这个水煮和烤的。 我都不认识。 你没看到这个头,没有提前那个大吗? 这个是,那天跟Michael吃的,就叫两种虾。 哦,这是煎蛋吧,煎蛋饼。 这家店也还不错。 场地蛮大的,比较防雨。 海鲜呢,也蛮新鲜的。 这是佐料。 这是小吃。 费用是299一个人。 这什么东西? 这搞得还神神秘秘的。 哦,这就是做好的吃水。 这虾的汤什么的。 我们就不吃这个了,就专攻虾。 我俩呢,哎呀,找了个座。 哎呀,马上啊,就要离开泰国了。 这有礼物里的,得怎样几顿这个自助烧烤。 泰国这边物价低,你看海鲜随便吃。 一个人才60块钱人民币,认清。 就算是再加一个锅,也就是再加20多块钱。 你想一下,就70块钱人民币吃到你爽。 马上沉默就要回到土耳其了。 回到土耳其之前呢,多吃点猪肉,烤点五花肉。 我们今天就比较单一。 主要吃虾。 这个虾,烤了以后,晾在这儿晾一会儿。 这样子好剥。 这个整个是啥呢? 就是蒜泥还有它那个泰式辣酱。 我看他们都这样子搞的。 咱也不敢问啊,就学就行了。 泰国人就这样吃。 哈喽,螃蟹。 搞了四个螃蟹。 哎哟,烤一烤。 蹭个地儿,两个虾也好了。 虾烤完以后,先晾一会儿。 这是啥蟹这个蟹? 我也不认识。 反正这两种螃蟹都拿了。 先烤那个的。 五花肉也熟了。 熟了,你可以吃了。 先来一块五花肉。 烤焦一点。 今天吃的比较文艺。 加点素菜。 好烫好烫。 稍微包一下。 它这不是生菜啊。 也不知道什么菜。 小生菜吧。 无土栽培的。 叶子反正不是很大。 哎呀。 泰国就是这点爽。 吃饭。 你两个人。 一人人均70块钱。 海鲜随便吃。 你到别的国家真找不到。 当然了,我还没去马来西亚。 我在马来西亚,我得研究研究。 但是真的这边特别爽。 这家店的位置呢,我发到视频上。 大家如果说有机会可以到这来。 不过,我们刚才去的那关门的那家。 感觉啊,可能那家还是更好一点。 那家的位置呢,我也发到视频上。 两家看哪家开业吧。 哪家离得近。 反正价格都差不多。 都是人均六七十块钱人民币。 看一下。 像这种虾。 我们两个一人得吃掉两三盘子。 非常轻松。 螃蟹也好了。 看一下,烤得红彤彤的。 现在这晾一会儿,不着急。 五花肉多吃点。 过两天,倒不好。 还不好吃猪肉了。 跟他们学的吗? 他们给我讲的。 就这样就可以烤一条鱼出来。 翻一下,翻一下面吃一下。 我还是坚持吃我的五花肉。 这样吃是最爽的。 沉浸式吃播。 再来一块儿生菜。 这才叫吃饭。 知道吧。 我要吃空心菜。 我到泰国来呢。 要求不高。 吃好。 玩好。 考个驾照。 任务都完成了。 明天再休息一下。 后天就开始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我就租个摩托车。 还导流打。 然后再去申请一个新加坡的签证。 看能不能成功。 去新加坡。 然后印尼。 我还想去那个巴比亚新几内亚。 西亚。 还有去文莱,菲律宾,东立文。 东立文。 对。 争取跑到那个所罗门群岛去看一下。 就那已经很偏了。 好。 西瓜。 嗯。 那一段口渴。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道菜。 烤了一条鱼。 你看看,我就觉得翻车了吧。 没翻车。 咋没翻? 你看这个。 这是啥东西? 这是煮的。 你看煮好。 你这真的眼睛说下话。 你看,都冒泡了。 在煮。 是吧? 就这样吗? 真的就这样吗? 这为什么粘到一块了呢? 这个鱼寡铃了没有? 什么寡铃啊? 鲁鱼啊? 鲁鱼这是? 我也不太认识。 是这样吗? 主要是没盐呢,大哥。 不用盐。 这个不用盐吗? 我先来一块子。 你看,这上面还有零呢。 把它扒掉,上面全是鼻子好痒。 啊。 就这样的。 哦! 看来这个其貌不痒啊。 一掀开又不一样了。 我先来一块子了啊。 嗯。 那我墙上熟了没有? 你先墙上。 嗯。 熟就跟着熟了。 嗯。 就没盐呢。 还要砸点盐呢。 这个啊。 就蘸料可以。 那这些。 放点料上去干。 也行啊。 这些一切是呢? 嗯。 没那么拯救了。 嗯。 因为你包的时候我就问你放盐没有。 不用饭的。 嗯。 他们都不用饭的。 嗯。 这些是。 嗯。 还嫩的好了。 还挺嫩的啊。 哇靠。 原本的烤鱼好多了。 嗯。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大家记得点赞哦。 对。 就是一千块钱押金三百块钱。 他这边好处就是人家送摩托上了门给他。 然后取的时候也是。 他过来取也不需要送到店里。 三百块钱一天。 就相当于是不用乱跑了。 刚才已经签手续了。 泰国这个服务确实是可以。 走吧走吧。 我去行车啊。 你跟着我们就行了啊。 好吧。 行行行。 我先试一下好久没行。 你会不会骑啊。 我会。 应该会。 我怎么不放心呢。 你先骑一下我先看一下。 谢谢。 OK。 拜拜。 哦。 骑了两个摩托。 我还以为骑了三个呢。 你会发动吗? 你把脚灯子先登上啊。 脚灯子。 登了吧。 脚灯子去掉。 你也在刹车呀。 你也在刹车。 嗯。 好了。 就行了。 对。 哇这个雨下大了。 我的妈呀。 我感觉要不。 你走两步我试一下。 我看一下。 怎么能开啊。 他要不能开的话。 不行的话你去开了。 蛤。 实在是你去开了。 我感觉是。 看一下。 这家伙都。 这家伙走的逆行啊。 大哥。 这边是右。 这边是靠左行驶。 靠左行驶。 靠左行驶。 我跟着你就行吗? 好好你跟着我。 你走慢点走慢点。 我的妈呀。 这个。 这个。 这个小马的。 直接靠着右。 我们现在是准备进城。 去那边的购物中心。 我买点东西。 明天要离开泰国了。 对。 他要进城。 他说他也要进城。 他要进城。 那我开它。 对。 你开吧。 你开。 你开。 他一点感觉这个方向他都搞不来。 对。 小马。 小马。 要不我开。 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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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开。 对。 你这个方向都搞不懂啊。 哇。 这得亏遇见我俩了。 不然的话, 他这进城之路有点难呐。 对。 对。 好啦。 走啦走啦走啦。 走啦走啦。 走啦。 走啦。 哎呦 停到那边吗 就打个卡吗 这就是关公的雕像 但是关公的刀好像掉了 掉到那边 你需要拍照吗 拍完了吗 好 打个卡就行了 至少来过 咱这是导游小李 司机小池 这是老板马 马老板 我们在酒店 完了 对 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寺庙 你去不去看一下 去不去 打个卡 我也不太会摆pose照相 我觉得你可以把口罩摘了 不然的话谁知道是你 对呀 你再往这边来一点 至少要照到这两个龙的龙头嘛 是吧 好的 从中国来 先看一下这个中国的寺庙 今天天气好 今天天气好 拍出来照片蛮色彩感的 我们中国的龙 我来过这边 他这边叫协天公 就是很有意思 我现在也没搞懂啊 为什么 你看 把我们的官公 官二爷 叫协天大地 这个 有谁给我解释一下子 我们现在 到这边的奥特莱斯 他俩 一个要买这个泳裤 一个要买这个T恤 就我啥都不需要 我还穿黑色的 今天奥特莱斯东西不是很多 我有这个简直带有点硬核了 我自己还看我自己的视频呢 这是今天更新的是航拍皮皮导 这配乐确实是配得好 有的时候我也佩服我自己 就是配乐真的是个特别麻烦的事 你俩在哪家店买 你们进吧 我在外边 买一件送两件 拿三件 选一件最贵的就行了 那这两个都是990的吗 都是以最贵的为主 你拿三件也可以 如果你拿不了三件 我们可以抽三件也可以 懂我意思没有 你就拿两件这个一样的 或者是再添一件 添一件这个黑色的就行了 这个好看一点 或者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不好看 我这辈子都没穿过这么花里胡哨的 两点了满6000泰铢还送个环保败12000泰铢 他俩一个拿两件一个拿一件 还不是买的一样的 你要不来的话他买三件一样的 因为他上次就买了这一件 然后洗衣服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 漂白了一下 给他洗坏了 对 一个颜色的衣服带多了吧 买三件他 哈哈 你要不来的话 走走走走走 他这家奥特莱斯没什么人 人不是很多 现在去哪还要逛吗 逛 哎呀 我是典型的逛不动街的人 是吗 你们去逛 你们去逛 哎呀 我走到哪儿我都想找个凳子坐一坐 哎呀 只要有凳子就行了 我就要到这一家最好的商场 那个卖电子产品的 准备去买上几块GoPro的电池 目标很明确 就是买电池 嗯 还是大商场逛起来舒服呀 对我来说直接上二楼 电子产品 哇 跟这个车一比 我那个脚踏板 哈哈哈 就没法玩了 真的是 哎呀 不羡慕不羡慕 等我 哎 等我回国了 回国以后 正儿八经的 买上一台好车 是不是 嗯 想说买车 可能买不起 买个摩托 我还是可以的 哇 这个好帅呀 这个 哈雷 就是在这个泰国摩托车真的好便宜的 那摩托车多少钱 各十百千万十万一百万左右 那一百万左右 那也要二十万人民币啊 这个 哇塞 这个车 这个也太帅了吧 这个 钱的目标 我估计这个要五六十万吧 这个骑出去 这个 这个 骑这个车 你不搞一个那种皮夹克 然后再留个大胡子 大辫子 然后再闻个身 呵呵 你都不好意思骑它 然后 哇 这台车可以 嗯 等我回国 等我回国 哎呀 真真真真真地搞上一台好摩托车 哎 就这一家 我就要电池 哪一款是适合 go pro 10 10的 这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 这新版的电池吗 问一下 sadika sadika yeah i will buy battery yeah battery which one suitable go pro 10 yes go pro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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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this one is expensive this one longest lighting oh little bit more price more power oh little bit more power oh 这个更强劲一点 是吧 you have discount no no not discount before you have a charger yeah i have a charge yeah i have charge it's better ok ok i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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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ece ok 我们这买东西快吧 credit card pay and i will refund the test yes 就是还要让他开一个退税的单子 明天可以退税 对 呵呵呵 It's good pro 10 yeah 他这边这个我还想买这个等下次回来回泰国我可能买一个这个max冬天的滑雪用 逮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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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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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电子产品比较便宜是吧 我那天看了一下老板的无人机 再看一下我的无人机 我就觉得我那无人机就跟那个小玩具一样的 我现在是这个mini 2嘛 这个这么帅 这个31990 好贵啊这个 这个mini 3 其实我应该有机会的话换的话就换一台这个 我那个现在这个mini 2它只有下边币账 只有这个下边币账 它这个呢是有前后币账 这是前边币账没有后边币账 反正我那个就感觉有点轻飘飘的 我要是有钱买个这个的话 嗯哼哼 It's my phone name 李子敏 付了2300块钱 退水的单子也填好了 明天早点去机场 把那200块钱给要回来 嗯 这个电池 新版的 希望能坚持一下 我现在这块电池啊 非常不太用 因为我天天都用这个电池 所以说老化的比较严重呢 好了 就买装备舍得花钱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我们下期见